Hello,大家好,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个我自己研究出来的一种做螃蟹King Crab的好办法 皇帝蟹有的叫国王蟹,就是这种螃蟹我们怎么做 那么就是前一段时间呢,我给我们儿子做了一个皇帝蟹 这是我自己琢磨出来的一种办法 非常好吃,然后他们都喜欢,每个人都喜欢 所以说呢,就想呢,不要把这个,这种做法失传了 所以我要把这个,要介绍给大家 让大家呢,劝一劝,试一试我这种办法 可能做出来的,比在饭店里做出来的那些螃蟹都好吃 饭店里做螃蟹,比如说什么椒盐蟹啊,葱姜啊,糖比等等 他们基本上都需要把螃蟹放在高温热油里边去炸一下 然后有一种酥脆的感觉,然后把这个鲜味包在里边 其实这是一种极其不健康的做法 因为这个高温啊,会产生很多很多的不健康的因素 那么这个黄帝线呢,就是我们买的这个黄帝线 那么黄帝线呢,一般来说比较贵 它一般来说呢,都是靠近阿拉斯加深海的地方,很大 那么渔民呢,去收捕也很困难 那么据说呢,是每年都要使人去逮这些螃蟹 所以说26块钱一磅 然后他们这些渔民们,他也只挣6块钱这一磅 所以说呢,很辛苦 我们应该很感激他们给我们带来这样的一个美食 那么好了,我们现在就说,这螃蟹我们已经搞到了 搞到以后,以后我们就是把它打开的 那么打开了以后呢,我们当然是要处理一下 那么在处理的时候呢,我们最好是洗一下 我们拿回去洗一下,我们把它洗一下 我们洗完了以后呢,这个时候呢 因为它很大,那么肉呢,有比较,这个壳又比较硬 那怎么办呢,我们最好就是先处理一下 怎么处理呢?就是说,我们用这个刀啊 把它从这儿磕一下 磕成一小块一小块 那么磕成这样一小块一磅后呢 我们最好是在这个边呢,这样给它来一个 这样有个缝,这样有个缝隙以后 这样的话,那个味道都可以支进去 所以说呢,这样的话我们应该对这些螃蟹呢 都这样处理一下,这样的话就比较好吃 那口味也都进入了里边去了 那么这个,那么这一块也是,我们也把它做一下 然后这个地方,因为我们这个螃蟹,这个螃蟹它是比较粗比较大 那么肉要做不好的话,就好像很粗一样 但是实际上,那你是没做好 那么我们再对这个,那么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再去把它,就是处理一下 那么处理了以后,显然我们看出这肉都很,很,很嫩 而且这个肉你看,非常的白,非常白 就是这个,这个黄帝蟹,这些蟹子呢 就是你看它新鲜不新鲜,就是看它的这个肉 你看这个肉,你要切开以后亮晶晶的 而且像,非常白,非常亮 这就说明这个螃蟹,这个螃蟹就是非常新鲜的一个螃蟹 好,我们对它处理完,我们处理一下 那么像这个地方,我们最好是把它敲烂的 你看,这样都分开的 分开了以后,这样的话就可以比较容易的就能打开 把里边的肉吃掉,然后这样用刀这样切一下 比较好 好了 非常新鲜 你能温出来那个海水的味儿 看,你看这个肉,亮晶晶的,真是好 那么这个地方,你这样坑一下 好了,这样的话我们就坑好了 坑好了以后呢 这是我们把它放在这个盘里边 还是放在这个盘里边 你能闻成这个海鲜的味道,非常鲜 非常好 实际上我做呢,就是和这个,他们的那种做法有点不大一样 就是我一定要保持它原汁原味儿,就是让它非常的新鲜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那么我用的材料是什么材料呢 我用的材料就是这样,就是大蒜 我们把这个大蒜拿出来以后,稍微的切一切 就OK了 然后呢,我们这儿是花椒,就用这么多花椒,然后再放一些这个小茴香 然后这个是辣椒面,这个是最后用 这个是最后用,我们先把它放在锅里边 把它炒香,炒的香,金黄色 然后我们再放进去 那么我还用了一个东西呢,就是我们这个叫做Butter 那么这个Butter呢,就是organic的,就是有机的这个Butter 叫Sweet Cream,这个非常好,它是黄的,是这个牛吃草 是吃这个木草,这种牛黄,黄油,黄油就特别好 那么味道也特别好,就是特别正,它没有说是 那么这个呢,你们可以在Costco或者什么东西可以买到 这种叫做,就是,就是黄油,它主要是这个,是有机的 而且是,就是吃的这种草的,不是吃饲料长大的这种牛 那么它产生的这种黄油,所以我们经常吃,那么这个挺好 那么我要用这个,OK,这就是我所用的材料 好了,那么我们准备好材料了以后,现在我们开始下锅 我们首先开火,把这个火开了 开了以后,这时候就要用最大的火 这个时候呢,我们用一点油,这个油呢,我们可以用 我的这个油就是Avocado油了,就是一般的油 主要是这个油呢,是用来就是炒这个蒜 把蒜,把蒜和这个,要炒香的,那么主要是炒香的 那么我们,你可以看到就是因为我,我们炒菜的时候 不希望有这个锅太热,太热的话,这样会产生一些不好的,不健康的一些化学元素 所以,一般来说,我们是让火,从这个温的地方就可以开始热炒 慢慢地炒上来,而不是像他们,你爆锅,要爆炒 我们不是这样做,因为我们可以这样可以看到这个火 就这样慢慢地让它炒香的 有这种香味儿出来的,我们经常做一些海货 我们很多朋友都喜欢放一些什么,什么这个料酒啊,什么东西的 然后或者是一些别的一些东西,来这样的话去腥味 实际上你要是用蒜的话,基本上那个腥味就可以去掉 那我不大喜欢用那个,用这种料酒啊,因为你一用料酒以后 就把那个味道,鲜味就去掉了好多 那么,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你看,现在这个蒜就开始变黄了 那么炒到什么时候呢,就炒到它黄黄的 那么,炒出香味来 这个时候呢,你就觉得,嗯 那么这个时候你再把这个海鲜放进去以后 这个时候它就会把这个香味吸到那个里边,肉里边去 那么这个海鲜呢,因为这个海鲜呢,它是这个 嗯,在海里边,深海里边,所以它的肉已经在海水里边被淹的 就是有一定的咸度 所以说呢,你不需要再放什么盐啊,什么东西 那么有的可能肉太粗了以后 或者是什么那个,呃,没有这么咸的话 你也许放一丁点,但是绝对不要放很多的盐了 因为它本身这些海鲜的就是,就是咸的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你看 已经黄黄的了 非常,这时候很香 这时候就已经很香了,哎呀,我希望 谁能发明一个东西,能把香味儿弹出,通过刺屏放,弹出皮那就好了 那好了,我们就这样干炒的一阵儿 你看,这样干炒了以后,你就会发现它的这种 撕进去,很多的味道都倒这个肉里了出来 这个时候呢,我们再放一块,bucker放进去 那么这个bucker呢,它会,就是在炒的过程当中 这个油,它会放汁进去 因为这个bucker也很香的 就像这是一块儿这样 自己就能出来 就是一块儿 这个油 我看到它當中 我看到它 有什么油 我发现 实际上因为这个黄底蟹呢 它不可能是活的黄底蟹 因为这个活蟹子很大 然后它不可能在运输当中 去运输一些活的黄底蟹 但是在当节时期你们可以买到活的 但是Pink's crab 不可能能买到的 那么它都是已经cook好了 也就是说渔民他们在捉到这螃蟹以后 他一定要把它放在开水里 把它cook了 然后把它分类 分类以后 然后再把它包装 然后运到市场团当中去 你看看多漂亮 我们可以看到非常漂亮 不用做野鲜柳 不用做野鲜柳 那就太污蔑我了 眼睛我的哭 你已经闻出来这个非常鲜柳的海鲜的味道已经出来了 这个时候呢出来了以后这个时候呢怎么办 OK 我再把这个辣椒面 稍微就这个辣椒面这样撒 撒一下 撒在上面 这样撒上面稍微就这样翻一下 哦 非常漂亮 非常好看 最后这套工序就是我们把它放进烤箱里边烤五分钟 那么我关了火 关了火以后 然后我们把这个螃蟹 我们把它放进烤箱里边 然后用这种烤去烤一下 然后我们把它放进烤箱里边 然后用这种烤去烤一下 就是烤上面上烤 然后我们set成这个三百 我们set成三百八十度左右 我们我们 我们set成三百八十度 然后这个是boreal 然后呢 我们set的时间了 那么我们set成这个cook time 这时候就可以开始 哦 好了 现在我们这已经它叫了 我这个时候我就把这个关上 我们注意一定要把火关上 OK 关上了以后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出 哦 非常的漂亮 哇 See 非常漂亮 看看 非常漂亮 这时候我们把它装入盘 好漂亮 然后我们把它放到这个盘里边 然后我们把它放到这个盘里边 直接把这个盘放里边就行了 直接放这个盘 直接放里边就可以了 放里边就可以了 放里边就可以了 OK 非常漂亮 很鲜的,又是新鲜 当然材料要实在 你要是这个材料不实在的话 那就做不好了 看,漂亮吗 这个皇帝馅非常的好看 非常的鲜美 好,就这样 我们这个螃蟹再配上我们自制的 自己种的这些番茄和黄瓜 条黄瓜 然后再加上哪怕的 red wine 哪怕的红葡萄酒 美味大餐开始啦 好,就这样 我们这个螃蟹再配上我们自制的 自己种的这些番茄和黄瓜 帮忙 就可能帮助我们去做更多更好的视频 欢迎大家浏览本频道 分享美国生活 谢谢大家 大餐开始啦 呵呵呵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我 我们下费 这钱 我们下费 这钱 我们下费 这钱 我 我们下费